中文字幕 李宗盛 《英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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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不是人人都有 這一生當中 每次參加奧運 都當作是唯一的一次 最後的一次 其实人生刚开始接触设计 完全没有规划 只不过从小喜欢对设的方面 多一点兴趣 结果因为这样在入伍阶段 就已经打到了特等狙击手的程度 所以就被征询到陆战队社训队去服役 因为在有一次测验 那个时候已经服役一年多了 在测验的时候 我们队长看到我打出来的成绩 他看到以后拍拍我的肩膀 他说依他的经验 国内已经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你有机会要多国外去争取比赛的机会 那他这句话来讲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我的陆战队还没有服役完 我就转到情报局 然后转到情报局 然后情报局就接受情报局的训练 那刚好我们的社区教官 就是那个出国代表队的教官 那他就在我快毕业的时候 安排我去参加一次全国性的比赛 第一次的比赛我就一个冠军一个押军就选上奥运选手 我那个时候觉得说我对真正那个参加奥运设计比赛的程度啊 那个装备啊环境啊完全不了解 当时也没有人会了解 所以就这样选上那个时候刚刚好就是我们国家左营训练中心成立嘛 那个时候金国先生说我们一定要从运动上去发展 所以我是刚好搭上了这一列第一列的班车 就下去左营 那下去左营的时候才刚开始 你刚刚问到我这个奥运 刚开始对奥运的概念很模糊 只知道它是一个很难得很大的比赛 然后这个机会让我踩上了一条船上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慢慢就是不只是我 我们那个那一代的选手都带着这样一个想法 哇那个奥运真的很不容易很困难 那我们自己要怎么投入 那大家彼此之间啊 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又差条件又差 没有人懂这些东西好吧 反正就走一步算一步啊 这个反正往下拼命的去训练嘛 一参加就参加那么多届的奥运 自己也没有去想到 只是说把自己不断地在走上这一条路 尽可能地让自己每一次比赛做到最大的满意 1984年哦 是我参加那个第一次 第一次真正可以参加奥运 那个心情哦真的是 可以说是终于有了第一次参加奥运 但是你知道前面有两次是 有政治因素的不能参加 那差别在哪里 我前面八年没有经验 那这一场比赛 在事实上在现场打的时候 我打到一半的时候 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不管是技巧啊动作 有一个被卡住的感觉 这个时候呢 我是希望说找到我们的教练 可是我们教练一个人带三个选手 我就把枪放下来 往后面看我的教练 找不到教练 教练可能去看别的选手 那前面一半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个多小时 我还维持打了第二 这样子后一半就这样掉下去了 结果这样子并列到第七名 那那一场打完之后啊 没有抓住那个契机 我从前一个礼拜打五百七十一 到实际上比赛打五百五十八 那种心情的难受啊 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外人讲 背了一个包包自己躲在一个角落 那时候那个眼泪就出来了 你说为了荣誉也好 说牺牲了 就是奋斗了那么久 眼前就要到了 我也准备好了 那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出了问题在哪里 你知道 孤零零一个人 在那个世界的角落里头 打这么一重大的一场比赛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 哭了有一阵子 哭了有一阵子 那个时候在想 假设如果前两场奥运 能够让我取得经验 今天的我就不是这样 我记得我在准备参加洛杉矶奥运之前 我强迫自己一个礼拜要跑两次一万公尺 要强调我维持我的体能 还有毅力 耐力 一个礼拜跑两次 所以我就在我服务的单位 阳明山上 规划这样的一个跑步 那结果刚好有一次碰到台风 台风来你知道那个风 在阳明山上那个风多大 然后在操场那一天还没有到放假程度 然后我就规划我要准备去跑步 已经开始下雨 那个雨还很大 穿着雨衣开始跑 三圈里面湿外面湿的 哎呀就把雨一脱掉 雨一脱掉就淋着雨跑 你知道在我们学校的操场是250公尺 要跑40圈 那我就这样子一直跑一直跑 那个时候很多的温化就来了 这个天气 我跟疯子一样的在大雨里头 这样子跑 别人都已经说 我已经疯了 他一直跑 眼泪的女孩来 我想为什么 这样值得吗 但是我一个声音告诉我 这就是你 你当初的承诺 如果你捉不到 那这条路上就放下来 那个声音告诉我 坚持 不能停 所以 全身湿的 流着泪的 接受人家医药的烟光 坚持一直下去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我这一段 但是我知道我们同年代 很多的运动员都跟我一样 有这样的背景 我们只是很单纯的 碰到这一条路 走到这一条路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 来证明自己 可以做到些什么 每一个参加奥运的人 对那个运动项目的执着 认真 或者是他能够参加奥运 所能够对那个项目独特 运动的诀窍 或者是他的那个心理上的韧性 都是一个很珍贵的价值 然后每一个人都带着这一声 这样子的故事 我们就希望这个故事 能够让未来有兴趣的人 他后来他都可以听得到 都可以见识得到 这也是将来我们成立这个 一步一步往下走的一个 一个使命感